落魄的时候 请牢记三句话 走出困境重新出发 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们这一生是跌宕起伏的 没有谁可以拍胸脯说 我这一生一帆风顺的 顺利得很 不管是谁 都会有高潮和低谷的时候 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 不管是谁 只要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得被安排 被命运带着走 可以说是 很难逃开命运的安排与考验 梅花香自苦寒来 不经历寒冬 不经历风风雨雨 怎么闻到梅花的香呢 没有风雨 怎么见彩虹 不磨炼意志 怎么成就更好的你呢 在困境中 我们不断茁壮成长 打不死的只会让你更加强大 最后这些都会成为你的起跳器 帮助你跑得更远更好 昨天邻居在家里说道 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太难了 这日子也太难顶了吧 他说 现在的生活压力是真够大的 房贷车贷 养儿养老这些都得考虑 物资也是不断的上涨 确实如此 现在的经济非常之不好 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苦 什么都涨价 除了工资不涨 在这个时候 有点存款 就日子还可以继续下去 没有存款的话 日子属于是揭不开锅的那种 当我们进入到成年阶段的时候 容易二字就写起来 就很艰难了 我们从来都不易 都得度过一段举步维艰的日子 有一段难熬的回忆 当在困境中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跨过去 迈开脚走出去 才可以见到新生 新的希望 开始过一段不错的生活 所以当落魄时 记住这三句话 领悟这三句话 相信可以在迷茫的时候 给你带来一线希望 一束光 人从来没有 容易 二字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周围人说 今天怎么又这么不走运 很不幸等等 看到别人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自己在台下阴暗角落 总是有落差感 会感慨自己的不幸 自己的困难 这个世界只有自己在受折磨 别人没有 但是 其实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难 不同时间段罢了 正如有的人正在经历磨难 悲伤不已 万分痛苦 但是有的人正值青春年华 幸福美满 他的人生才刚开始 还没达到磨练的时候 所以当你受到折磨的时候 就会很悲痛万分 就会认为自己是不幸运的 进而产生不好的情绪 学会面对 学会度过艰难的日子 成年人从来都没有容易二字 都得或多或少地遇到困难险阻 我们的人生会有高潮 也会有低谷 是属于常态 我们每个人背后的艰辛 酸楚 要知道这世界这么多人 绝对不止你一个在受难 只有看清楚命运 看清楚人生的哲理 才可以坦然接受低谷 落魄的模样 才可以放好心态 继续积极向上 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我们这一辈子 说长也长 说短也短 几十年 会遇到很多事情 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 总是会过去的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只要坚定自己 相信自己可以的 就一定会过去的 最坏的结果就是自己放弃了 那就没有人可以把你拉回来了 自己一蹶不振 不思进去 唯靡不振 当自己放弃自己的时候 也就觉得这个难过跨不过去了 也没有什么希望 人生很黑暗 但是当你咬紧牙关的时候 难啃的骨头 也会被你吃掉 眼前的问题 也不是问题 迈开脚步跨过去 度过这一道又一道难关 其实我们这一生 没有什么难以跨越的难关 就只有你敢 与不敢的选择罢了 常常说到 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只有偷的懒 是啊 如果你想要偷懒 就会放弃 就会觉得难以跨越 但是你一鼓作气 不磨蹭 那么困境也就会过去了 当你度过了这一道难关的时候 回过头才发现 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 也没有什么难的 这个问题还不是被自己轻易拿下来的 所以啊 当你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想到的不是退缩 而且鼓起勇气 勇敢起来 把难题一道又一道的解决下来 人生路漫漫 难关是一关又一关 但是我们也得一关一关的过 要知道 现在的苦与难 是一时的 不会是长期的 只要我们坚定信念 我们就一定会走过此刻的困局 迎来黎明与彩虹 事物的两面性 相信一定听歌塞翁施马的故事 虽然他受到了一定的损失 但是事情有两面性 后面迎来了新的局面 所以失去的也不一定是坏事 有可能是好的事情 好的事情也不一定是真的好事 坏的事情也不一定是真的坏事 硬币都有两面 事情也会有两面性 事情的正反是看你如果看待问题的角度 困境也不一定是困局 也许会给你带来新生 新的机遇 新的局面 新的开始 虽然你此刻失去了一些 但是将来会发现 现在失去的以别的方式展现 或者还回来 这一辈子就是在失去与得到的过程 一个阶段需要失去一些东西 但是一个阶段又得回收与收获的时候 当你失去了一个你爱的人 但是将来一直会有一个爱你的人来照顾你 不让你那么辛苦 那么一定会感谢当时的他 还好他放弃你了 不然就这一辈子就毁了 当你正处于困境中的时候 狠一把 咬咬牙 在困境中 找寻出路 在未来一定收获精彩与美好 不到绝境 就可以触点反弹 绝不放弃 就一定可以度过 不断地奋斗与努力 才有反转的机会 新的机会 事情都有两面性 拿起一个柠檬 可以做成酸色的柠檬糖 也可以做成热销的柠檬茶 就看你要把这个机遇 以什么角度来面对它 你的人生要自己把握 要自己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抓住 我的命运我主宰 我命由我不由天属于世 你若是坚信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那么便是晴天 即使一时是乌云密布 但是总会离开 出现黎明 加油向前走吧 保持良好的心情 积极向上 我们终将会取得胜利 收获丰硕的果实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